决于把欲望放下来 这个欲望对人的欲望 对人人情的欲望 对私的欲望 对环境的欲望 对环境是可而知 决定不能忠愈 忠愈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看到彭心医生 在青岛企业家论坛里面的报告 他完全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他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年轻的企业家 三十多岁 得了重病 那么这个年轻企业家 在大陆上还是非常优秀的 国家选出来的尖端人才 事业很成功 很有钱 于是在生活上就放纵 他告诉彭心医生 好像是半年当中换了三个女人 彭心医生 告诉他 跟他争断的时候 纵欲过多 你得的这个病 是要命的病 没有办法救的 他给他开了药了 告诉他 你真正想才能活下去 一年到两年 决定不能有方式 他不相信他的话 没着做 他就预计给他讲 如果你还是像以前一样重痊 你六个月 你两个腿会发麻 你这个脚底会发凉 就是你脚底是冷的 你这个腿是麻的 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结果他三个月之后打电话 彭心医生 你讲的这个征兆 我现在已经有了 怎么办 没法子 没救了 好像三十几岁就过世 那么这在佛法里面讲 落经人亡 他有寿命 应该是七八十岁的寿命 七八十岁那种佛报 正常去享受那种佛报 他三十年把它用光了 不知道习服啊 中国人家习服是太大的 教会 真实的教会 任务之后 不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